广东双胞胎姐妹王柳亦 王千亦 昨天摘得女子花样游泳双人项目金牌后 对集体项目金牌也是势在必得 他们和队友演绎这套万有引力 八位姑娘好像摆脱了地心引力在泳池飞舞 无与伦比的水中芭蕾征服了全场 以868点9676分摘得金牌 还登上巴黎奥运会的直通车 这届奥运会到处能见到广东健儿的身影 广东运动员杨立维作为棋手 和秦海洋引领中国代表团入场 来自广东韶关的邱秀平搭档邹家琪 为中国代表团打响夺金头炮 广东后浪凶猛 15岁的陈叶夺得滑板男子晚持冠军 16岁的全红蝉凭借最后一跳逆转夺冠 拿下双人单人十米跳台两枚金牌 以28枚金牌创造亚运最好成绩的中国勇军 也有广东健儿 汪雪儿 陈俊儿 李嘉平的贡献 而老将继续发光发热 39岁的广东选手梁瑞基 为中国马术队取得新突破 柔道选手刘毅转战克柔术赛场 拿到女子87公斤级金牌 虽然苏炳天无缘本届亚运会 但他依然获得奖牌 拿回迟到的东京奥运会 男子四成一百米接力铜牌 他的师弟师妹严海斌 陈冠峰 梁晓静 帮中国队拿到男子女子百米接力金牌 本届亚运会广东共有39人 参加三大球及棒球水球等 集体球类项目 其中女篮称门面 中国女篮两分险胜日本夺冠 这支球队中的杨立维 黄思静等四名球员 以及主教练郑薇都是出自广东女篮 总体来说 广东健儿敢于拼 善于战 勇于胜 在亚运会赛出好成绩 期待在明年的巴黎奥运会再展露锋芒